能够单赛季场军打出20分5篮板5助攻的表现,绝对算得上是全明星级别的数据。 在NBA联盟中,有不少全面的球星打出过这样的表现,不过想要连续多年保持这样全面的输出却不容易,强如何比?迈迪这样的巨星,最多也只连续4年做到而已,那都有哪些巨星连续5年也上做到呢? 威少连续6年威少是现役最好的控球后卫之一,除了劲爆的扣篮之外,他的全面性同样十分出色,背靠背场军三双就足以证明他的强大。 从2012到13赛季开始,威少已经连续6个赛季贡献,20加5加5的数据,这样的表现堪称完美。 以他的实力和状态来看,未来将继续扩大这个记录,德雷克斯勒连续6年华翔鸡德雷克斯勒是90年代第二好的得分后卫,他的能力十分出色,是名人堂级别的巨星。 1986到87赛季到1991到92赛季期间,德雷克斯勒连续6个赛季,交出场均20加5加5的数据,不仅全面性十足,攻防两端的表现也无可挑剔,是当之无愧的顶级分位。 乔丹连续6年作为NBA历史上最伟大的超级巨星,篮球之神乔丹的得分能力是公认的最强,正是因为强大的进攻能力,许多球迷忽略了他的全面性。 乔丹曾经有过连续7场3双的表现,而在1987到93赛季期间,乔丹连续6年贡献,场均30加5加5的数据,保持逆天得分表现的同时,也全面的可怕。 博德连续8年大鸟博德,是历史上最好的小前锋之一,他在80年代带领凯尔特人创建王朝,作为一个大领选秀,博德自进入联盟之后就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,生涯前8年全部交出了20加5加5的数据,其中前5年都保持20分时蓝版5助攻的完美表现。 大欧连续10年远古时期最强大的空位,大欧是张伯伦认可的超级空位,也是最早的赛季场均三双达成者。 巅峰时期的大欧表现十分出色,在整个60年代的10年时间里,大欧全部打出了20加5加5的表现,这样的表现对得起超级巨星的称号。 詹姆斯连续15年,提到NBA历史上最全能的超级巨星,非詹姆斯莫属,作为现役最伟大的球员。 詹姆斯的表现绝对是现象级的,他从新秀赛季就展现出强大的实力,33岁的他仍然是公认了联盟第一人。 詹姆斯进入联盟已经15个赛季了,而他这15个赛季,全部打出了20加5加5的无解表现,其中连续14年25加5加5的表现更是惊为天人,而他将继续刷新这个记录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